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斌 今天呢 身邊有一個帥哥型男 其實還好 他是營養師Ricky 哈囉 大家好 呃 大家都知道我老公最近呢 就在進行那個生酮飲食 然後他有很多問題 到底怎麼吃啊 這樣是對不對啊 這個可以吃 不可以吃啊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拍了一個影片 因為那個影片呢 就會放在Ricky的頻道 你們這些生酮小白們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他老公遇到代表你們也會遇到 看一看呢 對你的知識會長得不少 除了生酮新手會遇到的問題之外呢 我另外一個遇到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不是說防彈咖啡 是不是也只有加進去做防彈咖啡啦 要知道多少啊 聽了會懂話嗎 知道有沒有整理 其實真正的防彈咖啡做起來 應該都是議題的 防彈咖啡到底該怎麼做 而為什麼要喝防彈咖啡 就是我們今天要聊的話題 我們等一下呢 會跟大家一起做一個 正確的防彈咖啡 而且是好喝的防彈咖啡 可是我想問就是 防彈咖啡是不是只有 生酮飲食的人才可以喝的呢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是不是喝防彈咖啡就可以酒喝了 我們沒有在生酮 是不是也可以喝防彈咖啡啊 這是大家的疑問嘛對不對 對啊 對 但其實 為什麼要喝防彈咖啡 我解釋一下給大家聽一下 生酮飲食的原理是什麼 利用吃七成的脂肪 兩成的蛋白質 很少很少的碳水化 毫無幾乎不吃 然後呢 利用熱量差 從身上的脂肪當作能量 產作又負產物 就叫酮體 這就叫做生酮飲食 酮體呢 它能抑制我們食慾的功效 它會讓我們的身體脫水 所以咯 你的體重下降得非常快 是這個原因 然後再來看到 剛剛講的 生酮飲食要吃多少油脂 40% 70% 我們再以你的老公舉例 你老公2000大卡 一天要吃2000大卡 70%是1400大卡 對 沒錯 處於酒 大約是155cc左右 對 所以代表說他一天要吃 一天要喝大概 155cc的油脂 這油脂這麼多 我們根本吃不完啊 我們的料理啊 我們可以吃很油 我們的蔬菜呢 可以加很油 但是一定有餡吧 嗯 那多餘的那個料從哪裡來 就是泡紅類咖啡的 除了自己做之外 還很流行 一包包 很像三合一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有些說 它是騙人的 其實你只要去看它的成分 往後一看 它寫碳水化物很低 油脂也很低 蛋白質也很低 啊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咖啡而已 對 咖啡只是個載體 你也可以喝水 加很多理由 但喝不下去 你也可以加茶 黃蛋綠茶 也有人這樣子喝 無糖就不會喝 都可以 它只是個載體 最主要的是要把油脂給放進去 號稱黃蛋咖啡 可是裡面的 根本沒有油脂的成分 那我們在它那個包裝的時候 到底要注意一些手 還不會賣到片 它給你一個咖啡 然後再給你一個小籠包 讓你擠進去 這種通常就不會錯 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一起做一個 真正的黃蛋咖啡 Ricky教我準備的材料 我已經準備好了 咖啡只是載體而已 所以這個 我們可以換成可可粉 或者你喜歡的黑咖啡 都可以 記住不要用三合一 它有奶精跟糖的問題 不要用 我潮濕的就是比較健康 因為生酮飲食其實 還有關於健康發炎的問題 所以潮濕五顏奶油他們比較推薦 但如果沒有椰也還好 沒有關係就買你喜歡的奶油就可以了 要買椰子油 所有的油類 椰子油的中電脂肪酸是最多的 MCTOIL 它就是從這個椰子油萃取的中電脂肪酸 全部都只有中電脂肪酸而已 它就只是把東西都加進去 然後攪拌就是這樣 給大家一個小朋友 攪拌棒 它可以快速的融進 攪拌混合在一起 這樣喝出來的防灰咖啡才會很熱 好 這種 一一一 再加一點點 我都加很實意啦 就是看你黑咖啡的量 OK 大概這樣子的量差不多 不一定啦 看你自己的量 我習慣喝這麼濃的 你可以一拌就好 黑咖啡不是重點 它只是載體 你會建議先加油 成功率比較高 因為你先油丟進去之後 它是最下面 然後你再加熱水 它會整個一起融結在一塊 會比較好 會比較方便啦 15克的椰子油 大概就可以了 但主要前面有聊到嗎 還是看你油差多少 我們才知道加多少的量 這裡有一個標準 對 其實你就可以用一半 或四分之三 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可以切 對 這樣差不多 OK 這大概是四克 哇 這裡看起來好油喔 再加入熱水 這裡 好了 這時候最重要的人 一般家庭裡 都只能用攪拌棒 這邊攪 攪都攪不均勻 所以要滿少 會比較好一點點 哇 有漩渦 這就是都不可以加糖 代糖也不可以 可以加一個什麼糖 叫赤爪糖酥 好 我先確定一下 只要咬起來沒有 快一快就可以了 所以它跟我想像中的有點不一樣 因為別人都有說 防袋咖啡很像拿鐵 對 可是它並沒有 拿 它比較像可以烤 它沒有像拿鐵 因為可能是奶油量的問題 因為拿鐵呢 就是它其實就是鮮乳的味道 然後鮮乳萃取出來的油脂 就是這個奶油 所以喝起來才會有拿鐵風味 就是很正常 所以這個這一杯就是每天 建議如果你想要生酮你吃早餐 你可以把這個當成第一餐 就這樣當早餐 我覺得效果還滿不錯 今天做的房單咖啡大成功 謝謝Ricky 教我們做這個房單咖啡 還給我們這麼豐富的資訊 我是營養師Ricky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健康的資訊 可以到我的頻道來看看 每週三都會有更新一則影片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或是分享給你要進行生酮飲食的朋友看 如果你對我的日常生活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我的FB還有IG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那我怎麼樣才可以知道自己是適合那個 菌痕飲食或是低碳飲食或是生酮飲食呢 我沒有覺得說哪一個飲食都比較好 最適合你的飲食就是最適合你的飲食 這句話聽起來很廢話 但是有些人說生酮飲食超棒的啊 但是我媽媽就是一定要煮麵包 家裡就是一堆的水果 然後出來煮了一餐 你不吃白飯她就生氣 你怎麼生的問題 你根本沒辦法 那你說你有沒有辦法去飲食 欸有辦法欸 那你還可以吃很多肉 你也有辦法 這真的可能適合高蛋白質飲食 菌痕飲食不一定 所以我有一切的辦法是看你的生活環境來決定你的意思 對